原标题 带上七香车 请酒瞻 与白色猿猴三样一样 献给咒王 不料咒王听信谗言 伯一考被打击诬陷 割去了四指 万人堕尸 做成肉饼 伯一考也成为 封神之战的第一位牺牲者 虽奋公为帝 被江子牙赤丰 被中天北极子为大帝 也就是我国传统的道教私欲之一 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试着做足下分析 一 孝刑具封神演义 他生性敦厚仁爱 是一名孝子 他上孝父母 下敬重兄弟 当时在西齐的名望 仅次于他的父亲 文王鸡昌 伯一考被害之后 文王归乡 他刚刚踏上西州的土地 便觉得一阵恶心 张口吐出三只小白兔 原来这小白兔 乃是伯一考的三魂所化 小兔沿着大陆直 进了西伯侯的宫殿 在西伯侯的夫人和母亲面前徘徊 佛习见到他后内心生起一种莫名的悲伤 他们怎会知道这是伯一考在跟他们告别 在古代唱到百善教以前 所以将紫衙在封神的时候 因念其忠孝之心 封为中天北极紫威大帝之神 可见孝行是他能够成为自愈之一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身份博义考生前为文王长子 不出意外也将成为王位继承人 可以想到的是 他一定会帮文王处理军国大事 私欲之一的中天北极紫威大帝 本身就是管理工作 你让土行孙之流肯定也不合适 所以博义考本身非常适合这个职位 由他做紫威大帝 天帝则安详而井然有序 另外 作为文王长子 博义考身份之尊贵显克自不比书 紫威大帝为尊贵之神 代表尊贵 权力 帝皇 与博义考的身份是匹配的 细细想的 西周纳皇位本来就是博义考的 只因打起的关系 往生了一周 弟弟在人间享受极了 做哥哥的哪能比做弟弟的还差 不能吧 三 文王推波江子牙是下山封神的 虽说榜上之人是谁都已确定 但是具体给谁封什么职位还没确定 在知晓江子牙封神权力后 文王思念长子 暗暗求江子牙封儿子一个好的职位 要知道在封神演义中 西周是产教势力在人间的代表 产教还指望西周将其影响力发展壮大 考虑至此 将子牙向原始天尊申请 给博义考一个大帝职位 也就不足为奇 当然 很多人都会发现 文王死后没有被封神 为了十二金仙的杀戒 西周连续死掉了两位名望显赫之人 为安抚西周之心 大帝之位 赐予此二人 也是在必行 或许是文王 或许是不依靠 也或许是文王以自己不封神位交换条件 给予儿子的最后支持 给读者的话 喜欢杯酒的文章 请点赞 关注 分享 欢迎推荐给您最好的朋友 历史 国学 风俗等你来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